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闪亮的馆床 探寻巴黎奥运背后的光芒 大家好, 我是馆长周慧琪 欢迎来到巴黎奥运的博物馆 一起了解一下 运动员被战巴黎奥运的情况 大家好, 我是馆床解说员钟心语 在今次的旅途里面 我们会一起收集 凝聚着奥林匹克 精神和力量的珍贵馆床 记录下运动员的热血拼搏 和闪亮故事 今天张智英出的馆床 非常特别和有趣 它是来自举重国家队 自创的物品 对,这件床品看起来像一条扁担 两边挂着左摇右摆的降龄片 实际上它是举重队员 重要的训练道具 所以我们可以称这件馆床 为国家队举重运动员 并度身订造的降龄片扁担 大姐 我们首先第一个要面对很多的改动 GP的改动 也是对我们意识的非常大的挑战 我们就是一个态度 积极应对,努力奋斗 困难确实是很多 因为有老运动员的这种伤病 新运动员的这种经验 各个方面还有差距 如何大幅度去提高 对于我们男部局中来说 确实是很艰巨的 不错 如果我们也有点赢 如果我们也认识 有這個機會,別人還沒有這個機會 所以說可能還是得珍惜吧 就珍惜這一段 泰國世界杯 岑利君因為賽前大幅減重 影響了體能狀態,無奈退賽 李法斌則打破爪舉紀錄 以總成績314公斤奪得冠軍 繼續保持奧運資格排名第一的位置 我先做好我自己 然後把每天的訓練落實好做好 比賽的話就全力吃拼搏 競爭奔隨著堅持 石志勇、田韜、李大銀 在巴黎周期都遭遇雙病的挑戰 31歲的石志勇 克服了兩年多的腰傷困擾 以堅韌不拔的精神 在泰國世界杯上 大雙拼下總成績的銀牌 資格賽上也升到第二位 為自己爭取到參加奧運會的可能 因為太折磨人了 就要練練挺挺 練練挺挺 練練挺挺 反反覆覆的 包括一直痛 不停地打磨我的心智 不停打磨我的意志 所以我一直堅持 很堅強地舉到現代 目前來說,到現在看到上舞台的希望 老象的堅韌和拼搏激 激勵著年輕一代 天津小象劉煥華 去年細錦賽和鴉碗會 兩次展露頭角 泰國世界杯更加以413公斤 打破總成績世界紀錄 在奧運資格排名牢牢鎖定第一位置 初來比賽,我站在第一名 然後升我們國旗 然後贈我們的國歌 巴黎奧運周期 資格賽制也進行了重大的調整 運動員必須參加五站的資格賽 只有各奧運代表團所在的 級別排名第一的選手 才可以獲得奧運席位 過去五站的資格賽 中國女隊在49、59、71、81、87 以上級別排名 始終保持第一 展露了穩定的實力 這個成績 亦為主教練王國新 帶來了幸福的煩惱 因為中國女子舉重都很優秀 可以說派出去拿一個登輪大金牌 但是她只能選擇三個 所以對我們可能是一個 非常殘酷的淘汰賽 不管誰選上去 都是代表祖國的 代表我們這個集體的 在備戰周期中 雷隊有五個級別 都要面臨隊內 以及同級別的雙重壓力 奧運冠軍侯志偉、汪周宇、李文文 在保持自身的優勢同時 還要應對蔣衛花、羅斯芳、廖桂芳 梁小梅、裴音的挑戰 在泰國世界杯上 李文文相遇復出 二種成績領先對手 29公斤的巨大優勢 強勢回歸 小將羅斯芳 更是打破59公斤 總成績世界紀錄 展示中國女子舉重新生代的力量 就像一句老話 長江後浪、推前浪浪 我覺得這是一個 競技體的自然規律 隨著巴黎奧運臨近 中國舉重隊精心挑選六人大名單 確保最強選手參賽 面對激烈的挑戰 在最後備戰階段 隊員仍然要全力以赴 更應該專注於自己 就是互相學習吧 互相促進吧 有想去的那個心 就還是得走好過程吧 要是沒有對手 又要把自己當成最大的對手 更要去突破自己 把文件做好 跟文件比較嘛 有提升就有進步嘛 你只要你做到了 你能做到的 你最後的結果一定不會差的 中國舉重隊在準備巴黎奧運的過程 充滿汗水、努力和堅持 無論是擁有豐富經驗的常勝將軍 還是初登賽場的新人小雀 中國舉重隊 總能給大家帶來不同的驚喜 閃略的館床 我們下次開館時間 再見 你怎麼會放在哪兒 你怎麼會放在我 我怎麼會放在街上 你怎麼會放在我 你怎麼會放在那兒 你怎麼會放在街上 你怎麼會放在那兒 我怎麼會放在那兒 我怎麼會放在哪兒 我朋友們 我怎麼會放在哪兒 如果你不放在哪兒 誰風聲